哈喽今天是2021年2月19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北美市场每日观察 大家好我是陈蔚 美国股市周五基本持平 那受到大型科技股下跌的影响 本周纳指与标普500指数分别下跌了1.6%和0.7% 整体回调的幅度并不是很大 但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 那就是不同板块之间的表现差异化正在加大 这就显示出经济复苏的不平衡情况 而资金轮动的风险也在不断的提高 那市场继续关注的是美国疫情与疫苗接种的情况 另外呢下周市场将迎来一个重磅考验 那就是1.9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能否得到通过 而下周可能就会进行投票了 但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的股市表现或许已经消化了财政刺激的积极影响 因此不排除买传闻卖事实的情况出现 而一旦出现意外 例如规模缩小或者再度被推迟 这些都可能会打击当前的股市情绪 从而增加回调的压力 所以下周的股市依然会很波动 投资者需要谨慎对待 那在进入个股分析之前 首先要感谢一下下面这两家赞助商对本节目的支持 CMC全球超百万交易员信赖的一站式交易商 外联移民 加拿大本地律师和移民专家为您保驾护航 那各股方面和昨天预告的一样 今天打算和大家分析的就是Magna这只股票 中文名叫做麦格纳 这家来自于加拿大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巨头 有两个原因值得关注 一个就是它同时在美国和加拿大上市交易 因此两地的朋友都可以非常方便的买入这只股票 美股的代码是MGA 加股的代码是MG 那另一个原因是 现在的电动车市场有太多的选择 无论是互联网公司 造车新势力 还是传统的汽车生产商都在盯着这块大蛋糕 那很多人可能已经挑花眼了 不知道该买哪只股票 那其实如果没有自己特别看好的 或者担心看不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 来看看背后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 那这个领域不少人可能会忽视 但无论是电动车还是传统的燃油车 每一家制造商是不可能自己完全生产所有的零部件的 所以只要能跟上市场的发展步伐 未来无论是哪一家电动车公司最终成功 背后的零部件制造商都可能会成为赢家 而相比那些初创公司的高风险而言 这些公司的投资安全性就会高不少 而麦格纳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 先简单看一下他们的业务 麦格纳在2020年最新的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中 是排名第三的 是北美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还是全球最多元化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产品涵盖了车身于底盘系统 动力总乘系统 电子系统 自动驾驶系统 外饰系统 座椅系统 闭锁系统 镜像系统 车顶系统等等 那无论是电动汽车 还是传统的燃油车 对于麦格纳的产品都有很高的需求 他们的重要客户就包括像特斯拉 大众 通用 福特 宝马 以及奔驰 而且得益于他们丰富的产品线 麦格纳也是世界上目前唯一一家 具备整车生产能力的零部件制造商 最出名的就是他们位于奥地利格拉茨的整车代工厂 像奔驰大机 宝马5系的传统动力版和混合动力版 宝马Z4 捷豹的E-PACE 捷豹的纯电动的i-PACE 都是在这里由麦格纳代工的 而在动力总成方面 麦格纳已经拥有了 从内燃机 插电混合动力 再到纯电动的各类技术 所以按照麦格纳自己的说法 他们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家 也是目前唯一一家 有能力为各大客户生产多样化 不同车型的代工制造商 另外呢 麦格纳最近已经和LG创办了合资企业 共同生产电动汽车零部件 其中就包括了像电机 逆变器和充电系统 这些电动汽车的核心组成部分 相信这样的合作 将帮助他们在电动车领域 获得更有利的市场地位 接着我们来看看 他们今天发布的最新财报 没有悬念的 又一次完成了Double Beat 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麦格纳的净利润 同比跳升了67% 第四季度达到了7.38亿美元 那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因为2019年第四季度 通用美国工厂出现了大罢工 限制了当时的零部件销售 因此这样的增长 也是因为之前的基数过低 所以也不能过度的解读 同时第四季度每股盈利 达到了2.38美元 同比增加超过了一倍 而第四季度的经营现金流 同比从17亿美元 大幅增长至了23亿美元 麦格纳也就将季度的股息分红 提高了8%至0.43美元 这里要提一下 麦格纳过去5年的平均股息分红 有2.39% 远超行业平均的1.57% 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 也是一份稳定的回报 流动性方面 截至2020年底 麦格纳手中的现金 接近33亿美元 远高于2019年底的12.8亿美元 流动比率是1.29 显示出他们流动性和债务负担 都较为健康 再看他们的预期 麦格纳预计 2021年全年收入将达到 400亿至416亿美元 这就意味着同比有望增长 22.5%至27.4% 而净利润预计将达到 21亿至23亿美元 这就是去年净利润的接近三倍了 展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 正是在强劲的增长预期 电动车的发展前景 以及今年疫情得到控制后 汽车行业复苏 这三大因素的影响下 麦格纳今日股价大涨超过了10% 而现在他们的远期市盈率 也只有大概13倍 行业平均水平是大约19倍 市销率只有0.72 行业的平均水平是2.26 而华尔街12个月的平均股价预估是81.92美元 相信财报公布之后 可能就会很快迎来上调了 而根据五年的收入增长预期的 现金流贴线模型 计算出来的合理股价 大概应该是126美元 所以综合这些因素来看的话 即便经过今天的大涨 这只股票现在依然是被低估的 再加上股息分红的存在 麦格纳的投资回报应该会很不错 正如刚刚所说的一样 如果没有特别看好的电动车股票 倒不如考虑一下 麦格纳这样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 最后无论谁在舞台上 成为了电动车领域的赢家 麦格纳大概率都会成为幕后的赢家 绝对值得感兴趣的朋友关注一下 黄金方面 四月黄金期货价格近日上涨了2.40美元 涨幅0.1% 收报美昂斯1777美元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的继续走高 增加了持有无息资产黄金的机会成本 从而令黄金的反弹阻力加大 而比特币的不断走强 也在继续蚕食着黄金的避险买盘 那下周就需要观察 财政刺激能否得到通过 另外如果通过了 究竟是对风险情绪的提振效果大 还是对通胀风险的提振效果大 那如果通胀风险的提振效果更大 将对黄金价格带来有效支撑 否则就会继续打压金价 原油方面 美国WTI原油3月期货 近日下跌了1.28美元 跌幅2.11% 收报美桶59.24美元 布林特原油4月期货 近日下跌了1.02美元 跌幅1.59% 收报美桶62.91美元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冬季分暴气候 破坏了当地的原油供应 而随着全球经济 从新冠疫情的打击中复苏 原油需求将逐步回升 不过由于国际间的出行 短时间内可能很难会 大规模的恢复正常 需求的复苏规模或许有限 再加上市场担心 炼油厂在经历了 美国南部的寒潮之后 需要时间来恢复生产 这就造成了一定的需求缺口 从而令油价继续回撤 那明天又是周末了 那针对下一周 我们还是有多份财报 是值得重点关注一下的 分别就是像 Pala Auto Home Depot 英伟达 Salesforce 以及DraftKin 另外呢 下周我们还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美国国会是否会对 1.9万亿美元的 财政刺激计划进行投票 以及投票的最终结果 好了 这就是今天每日观察的 全部内容了 在这里再次感谢一下 CMC Markets和外联移民 对本节目的赞助支持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 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健康平安 我们下周再见